主料,滴粉45克,奶粉20克,黄油35克,鸡蛋12克,糖粉10克,盐1克,辅量,细砂糖30克,菠萝230克,麦芽糖30克,冬瓜45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冬瓜却皮,除此,切小块,锅里烧开水,放入冬瓜, 直到彻底煮熟,趁着煮冬瓜不空,我们来处理一下菠萝,把菠萝搅成菠萝泥,喜欢吃细腻的馅料的铜鞋,可以用料理机交打,如果喜欢小小颗粒感觉的铜鞋,可以用刀剁碎,或是用手工交打一下,将切好的菠萝丁用纱布帮好,挤出菠萝汁,菠萝汁要留着,一会煮馅料食用,这时冬瓜差不多煮好了, 与菠萝一样搅打成泥,用纱布挤出冬瓜汁,冬瓜汁不留,小心烫啊,过凉水后再挤汁,这是菠萝汁,切好的菠萝和冬瓜,菠萝汁倒入锅中,放入白砂糖和麦芽糖,大火开锅后转小火,不停搅拌,直到砂糖融化, 这是煮好的糖汁,放入菠萝和冬瓜小火,不停翻炒,这个过程比较长,我用了15分钟带糖汁收干,馅料成型即可,这是炒好的凤梨馅,放凉备用,下面我们开始制作酥皮黄油时温软化后,切小块,放入糖粉和盐打发,打发好的黄油,加入蛋液,混合均匀,删入底粉和奶粉,用刮刀拌成团, 不用手挫,以免洗筋,好了,开始包了,将面团和馅料按2比3的比例称重,我用的是14克面团配21克的馅料,下面这段话是我从专家那里转来的,哈哈用手把面团压扁,放上一块凤梨馅,将面团放在虎口处,用大拇指推动酥皮,使酥皮慢慢的爬上来,包裹住馅料,酥皮推上来以后,捏合紧, 将酥皮把凤梨馅完全的包裹起来,因为酥皮面团比较软其易碎,因此包起来稍有难度,要多练习哈,团好的凤梨酥,将包好的面团放到模具里面,用手把面团压平,使面团在模具里定型,将凤梨酥连同模具一起放入烤箱,160度,10分钟左右,烤到表面惊慌即可,烹饪技巧,一烦妈, 时间有限,虽然总是喜欢做点什么拷劳一下自己和家人,乃和身为一个朝九晚五的小小上班族,时间实在有限,于是这款凤梨酥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制作的,晚上回家拍的成品照,而且是第一次尝试,所以难免有不完美之处, 哈哈,见笑,第一锅用的是圆包子175度,结果,一会就上海太过了,第二锅用的是160,只烤了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了,颜色也刚刚好,和超市里买的那种一样,这个包子中的量烤了八块,可能大家把包献炫哑的,太难了本来还害怕包不好,失败, 结果真包上手才发现,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难,包第二个时就很顺手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